年輕人送禮菜隨興 精品好物都是雷 去日本玩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日本不是很流行 白色的珍珠 有喜氣嗎 對 我就買了回去送蛤蟆 然後在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去一個精品品牌 買了一個萬元的草編的衣服 這是名牌嗎 有一次我就這樣背著 背著一個草編的 戴個草帽 穿個白色衣服 我媽那天當場生氣 怎麼說 今晚八點 東森超市33坪的 媽媽好神之 俗女家務室 就是 雷 和 牡issy 牡 ST 感谢观看